这个小女孩可不是在发神经 而是在指挥一个万里长的海兽 要让燕魔转个弯 带着梅西两人返回人类岛屿 即使这样雅各布仍对燕魔心有戒备 在梅西帮助燕魔拔出鱼叉时 他也不帮忙 一心要补鱼解决食物问题 可笨拙的他一无所获 还是燕魔主动圈住鱼群 才让他们饱餐一顿 雅各布也感受到燕魔的善意 开始主动帮助梅西拔出鱼叉 途中为了躲避暴风雨 燕魔带着两人潜入深海 却看见了无数海兽和人类的事故 梅西两人不愿惨剧在发生 在到达人类岛屿时 向燕魔发誓不再捕猎海兽 却不想燕魔发现了捕兽船 无法压制愤怒地冲杀过去 即使漫天火炮也不能阻挡 燕魔用头上的脚将捕兽船斩成两半 但有最强捕兽船之称的 事不可挡号归来 他的船长不顾世俗禁忌 找女巫购买附加剧毒的巨型鱼叉 面对冲来的燕魔 只是一击就让他失去了战斗力 而船长更是要活捉燕魔 将其用绳子绑起来脱回皇城 船长走上昏迷的燕魔背鱼 拿着长矛就要当众行刑 急得雅各布走出来劝阻 可船长直接拿刀砍向雅各布 他极力防守攻势 仍应不敌被逼下大海 这时 梅西发现海兽攻击人类的故事 全是皇家编写出来的谎话 就是国王和王后淘起了纷争 急忙从窗户逃出 在女猎人的帮助下砍断燕魔的束缚 燕魔立马恢复行动能力 却看见船长还要拿鱼叉攻击 张口向着船长冲去 梅西及时出现拦下燕魔 并劝道如果杀掉船长 那么人类和海兽的战争将有无休止 雅各布也折断鱼叉 高喊不再捕猎海兽 梅西站在燕魔的背上 揭露皇家的阴谋 让人们明白战争只会扩大皇家的地盘 而人们却会失去自己的亲人 众人一起呼喊放走燕魔 国王只能带着王后溜走 梅西和雅各布成功救出了燕魔 结束了长达百年的人寿之战